早起晚睡 都是为了多接送医护人 很多病球都待过 哪里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从医护人员站住的旅馆 接到了人前往医院 35岁的袁俊 自武汉封城后 就这么担任接送志工 快两个月虽然都没有薪酬 但他乐于付出 有时经常有医护人员 就把吃的就给我们放在后面 他下车就放在后面 有放水果的 有放泡面的 反正就是经常 他们唯一能做 还有放口罩的 这是他们唯一能做的 袁俊能帮医护做的 他几乎都包办 但最心疼的还是他们一上工 就得穿着防护衣一整天 这个小时这么难受 怎么过啊这个小时 如果真的是忙起来的话 就会忘啊 但是他热呀 是啊 很热 我们就经常热那个汗水 就往自己的身上 自己流的感觉 最难受的不是擦汗 这个难受的是擦眼泪 因为你根本没办法去擦 然后眼睛有眼泪的话 你又不舒服 体恤这一群医护人员的辛苦 当地慈祭志工发起送素食餐的服务 徐子佳和另外两个姐妹一起参与 从除夕当天到现在 一直都没休息过 对于这次送餐 我觉得实际会做的这个事情很好 为什么呢 在现在我这个疫情发生之后呢 我们一再的是建议所有的那个病人吃素 不要吃大油 大荤的东西 吃素就有助于身体的那个恢复 你好 我是那个志愿者给你送餐 对抗疫情 这群逆行者请全力付出所有男性逆行